我也許太認真 我也許那份天真給你 我最美好的光陰 甚至我已經好受不會忽略 我喜歡唱的 真的有空自己唱歌 但我不喜歡聽自己唱歌 我小時候覺得自己唱歌是好 幻想自己唱歌應該很好 因為當時我和媽媽唱歌 唱《雙思風雨中》 我覺得自己說怎麼這麼像湯寶魚 然後到中學 我記得中一時參加過那場比賽 唱完之後我的朋友很老實 跟我說了一把說話 很難聽 很介意難聽 但我喜歡參與 我和媽媽唱歌 八分 那兩分 那一點也不值十分 大哥 你有份聽 哈哈哈哈 其實在娛樂園這一行 會感受到很多挫敗的感覺 我不會喜歡這種感覺 就算只談一場感情 除愛都是一時虛榮 為什麼我會做金融 做手錶 做金融會做這麼久 或者再開多門生意 因為這種感覺 我會覺得找到我在社會的位置 找到我自己的存在感 我不覺得很挫敗 我反而覺得自己做得很好 很不錯 我有點驚訝 我沒有想過不快公開 因為我們拍拖兩三個月就公開了 很驚訝 我們因為拍起色 那時候 突然我們一天被人引導 在IFC 那記者打給我 那時候 我就說沒有發生這件事 其實我們是同一間屋 那時候 誰知道那記者打給我收了錢 然後打給他 我聽到他在旁邊 即是我在旁邊 他立刻承認了 我呆了 那我還沒說謊 哈哈哈哈 但是由他承認都好過我承認 我有問過他 他家裡很喜歡彈一下結他 以前 剛剛在那時候 他跟我彈結他的時候 就說 你唱一下歌 那樣 我說我不想唱我 我不懂唱我 有時候唱完 我覺得聽到自己的聲音 我就覺得很難聽 然後 我有問過他 我說其實 你會不會想找一個 和你一起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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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的女朋友 她說我又不會想找 我說我都沒有什麼想找 一個和我一起在家裡唱歌 的男朋友